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架紅色的法拉莉跑車高速洗過 望真些 駕車的竟然是個小孩哥 他坐直個身 視線也是剛剛高過軚盤少許 連安全帶都不綁 真是步步驚心 這位這麼大膽的小朋友 是印度富豪尼沙武的9歲大兒子 日前帶兒子生日 駕著車上街兜風 車上還載著5歲的弟弟 他媽媽拍下兒子駕法拉利的過程 還將短片上載到YouTube引起很大迴響 網友都批評家長望顧兒子安全 警方已經控告涉案的富豪梨沙姆 允許未成年人駕駛汽車 危及兒童生命安全 不過他太太就不以為言 還說兒子5歲開始駕車 開車技術很好 也很小心 為他感到自豪 據報大仔還曾經駕駕過林寶堅尼和賓利 不知除了怪獸家長和直升機父母之外 這對富豪夫婦又有甚麼新花名呢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